大家好,我是邱在西雅图,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朋友喜欢我的赌场系列故事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继续讲我在赌场工作的亲身经历 在香港以前拍赌场的影片中 最喜欢看的就是周润发演的赌神一角,深入人心 还有一系列好莱坞大片像什么Ocean 11,Ocean 12,Ocean 13 利用高科技打败赌场的故事 朋友们,电影就是电影 影片拍的这些故事情节是精彩分成 但它是虚拟出来的 不是现实生活中可以让你一失身手的情节 电影里面不管是与非,好人与坏人 这些毕竟都是故事情节,电影情节 您以为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吗? 答案是yes,是的 在现实生活中,还真有好多人冒着危险 冒着被警察抓起来坐牢的危险 去试一试身手的人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在赌场中 作弊出牢签的,就一定要耐心看下去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让我们开始吧 两个星期前,在我的桌子上来了一个客人 小C,她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小A一起来我们这里玩百家乐 一看到她,我就问她 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的朋友小A呢? 见我问,她犹豫了一下,脱口而出 她不是我朋友,她现在在监狱里呢? 我一愣,以为她在开玩笑 可是看她的神情,又不像开玩笑 我就问她,你不是开玩笑吧? 小A为什么会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情? 她低下眼睛,小声的,也没有隐瞒就告诉我了 小A在你们的另一间赌场诈骗被警察抓起来了 随后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公司的另一家赌场 休息的时候我一问,原来还确有歧视 在我们内部也证实了事情的发生经过 我心生唏嘘 因为几天前,小A还在我的桌子上一赌半斤 看着她面前堆叠成山的筹码 我还曾经羡慕过她 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多本金在赌场里混 怎么着也应该是个富二代吧 哪知道几天后,却因为和同伙一起诈骗赌场 被警方抓获了 这也太戏剧性了 让我怀疑她有没有在我们赌场也出过老千呢 后来经过认证,她是和同伙一起作案 而那个同伙,恰恰是那间赌场的一个dealer 也正因为他们一起诈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可以称作理应歪和吧 这个人我们姑且称她为小A 第一次见到她时,感觉她话不多 年纪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这在美国一般人中,是个刚刚开始进入社会打工赚钱的时候 一般人是不会在赌场赌这么大的 就像一些刚刚毕业的人,出进赌场 拿出自己的午餐钱,顶多赌个五块到二十块美金 赢个五块十块的高兴的不得了 赶紧跑去cash out了 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可小A不是这样 她在我们的百家乐桌子上,一手就是三千多块美金 相当于这些小孩子们一个月的学费了 我猜想她应该是个富二代 至少家里有钱让她这么赌 她来我们赌场的头三天,赢走了我们六万块 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 她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呢 难道是我们这间赌场很忘她不成 还是因为我们赌场是刚刚加的百家乐 当时我们有很多dealer 对这个game还不是很熟悉 她在桌子上指挥dealer该怎么做 这一点难道是让她心生坏念头的原因吗 当然,我私下这么想的 最可气的是,她赢了这么多钱 却从来不给dealer小费 所以大家对她都不太喜欢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成为她愚蠢的终结 和最终被发现的原因之一 我们先买个伏笔在这里 随后我会讲到为什么 尽管如此 我们这间赌场还是比较严格的 她没有机会做到 就跑到了我们公司的另一间赌场 实施诈骗 她和dealer在百家乐桌子上串通好 包桌在桌子上下注 我们的百家乐桌子上一共有九手牌 就是说可以同时有九个人一起玩 但是如果包桌也可以一个人玩九手 她就是一个人包桌玩九手 我们的赌场一手牌 最高上限是一手三百美金 加上bonus三百美金 她的赌注可以一次就是三千多美金 或者更高 她们在桌子上默契配合 也许是早就私下商量好做法了吧 因为不管她压注什么 也不管她是赢是输 这个dealer都付钱给她 顺便说一下这个dealer 据说是个女dealer 没有人知道她们是朋友 是情人 还是夫妻 只知道这个女人一上桌子 就让小A在三十分钟之内赢了六万块 为什么是三十分钟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轮动性的 就是说在一张桌子上 每三十分钟就要换一次人 大的赌场 一个人一天可以在同一张桌子上 但每隔一个小时 都会有人换你下去休息 而我们小的赌场 是三十分钟轮换一次 这张桌子上下来 就去发另一个game了 一天下来 再回到相同的桌子的机会很少 所以说她们只有这三十分钟的机会 而且我前面说过 小A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不管赢多少 都不给dealer小费的 可是这一次 小A却在这三十分钟里 每一手都丢给这个女dealer 三百到六百块小费不等 这是何等的惊人之举 一个平时连几块钱都不舍得给的人 突然变得这么大方 而且一给就是几百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而且还手手都给几百块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人简直是愚蠢透顶 说句不好听的 小A完全可以在私底下 把小费给这个女dealer的 而不是在桌子上丢给她 我至今都不明白 她是为什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做这个呢 所以他们的行为一下子就被注意到了 经理马上通知上面查看记录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所有人全部惊呆了 惊呆这个女dealer也太疯狂了吧 姑姑论她做了多久的dealer 她应该知道在赌场里 每个角落都有摄像头 尤其桌子上面 她的一切行动全在镜头之下 尤其我们遇到大客的时候 镜头会一直监视桌子上的一切行动 难道她不知道吗 愚蠢 小A也不是第一次到赌场里赌 她也是知道我们赌场里到处都是摄像头的 现在想来想去 我都云山雾罩 想不通这两个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难道脑子进水了 赌场里赢了 赌钱 这是天经地义 输了 我们做dealer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收取输掉的筹码 可是这个女dealer却不是这样做的 您猜猜她做了什么惊天之举 回来之前 请您别忘记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您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支精彩视频了 言归正传 这个女dealer 在这三十分钟里 不管小A下注后是赢还是输 她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付给小A筹码 三千多块一手赌注 用不了几分钟就是几万块 结果小A在三十分钟之内赢了六万多 二话不说 马上结账跑掉了 当时经理向上通报 公司检查录像 确认他们的欺诈行为 决定不打草惊蛇 严格保密 因为知道他们尝到甜头之后 一定还会再次行动的 所以公司不动声色 也没有对那个女dealer做任何处理 一切照旧 果不其然 没过两天小A就又来了 经理见到他 还像往常一样 让他包桌继续堵 等到那个女dealer上桌 他们再次实施诈骗时 马上靠男王们 警察立刻赶到抓住了他们 真是人赃俱获 其实查看他们的诈骗经过 再和电影里的一比 他们的诈骗手段太拙劣了 他们连动脑都没有动过 难道他们不知道 以现在的科技手段 赌场里的每个角落 都有摄像镜头 每一张桌子 都是直接暴露在摄像机下面的 他们在桌子上一举一动 都显示在屏幕上的 他们不知道吗 不可能的 就是小A不知道 那个女dealer在赌场 做了这么久 也该知道的吧 更何况这个dealer 居然用人生的事业机会 去赌这半小时的挣钱机会 值得吗 她不仅永远失去发牌执照 工作执照被永久吊销 还要坐牢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 还有被遣返回中国的那一天 这一切也太不值了 这件事没过几天 居然又发生了一件出老千事件 这一次是发生在我们的赌场里 当我上班听说时 可气坏了我 因为这个人几天前在我的桌子上赌时 还向我要电话号码来着 他在桌子上自我介绍 说什么自己英文不好 在家里没有事可做 无聊就出来赌 问他是否上班时 他说是做生意的 自己做 聊了聊就问我要电话号码 我一看是中国人 这么多年 每当在我们赌场碰到中国人 我一般都是能帮则帮 做做翻译 回答回答问题 就没有防备他 后来想想也是后怕 还好他被抓住了 要不是被抓住 如果在我的桌子上 他故意调转我的注意力 来偷梁换柱 我也许真的会中招呢 这人也太缺德了吧 让我来说说他的故事吧 我们叫他小B吧 他告诉我 他是刚刚来美国不久的 聊了几次天 他说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只能到赌场来玩 可是每次来赌场都输钱 他玩的不多 但听说他自己 每一次也要输个 一千两千美金的 每次他来到我的桌子上 都是一个人 我也没有看到他敢做什么 在我桌子上 倒是规规矩矩的 听说那天他带了两个朋友 在德州扑克这个game上玩 结果他和带来的两个人 一起在桌子上偷偷换牌 就是说玩这个game时 你可以拿两张牌 庄家也拿两张牌 同时桌面上有五张牌 七张牌谁的大 谁就赢 而他们三个人 偷偷把手里的牌互换了 好借机赢钱 结果当场被Diller发现 Diller立刻报告给经理 经理马上上报 鉴于他玩的不是很大 并没有给赌场造成经济损失 所以他被我们驱逐出去 在我们公司的20家赌场 永久不得进入任何一家 事情发生之后 我的同事们说起这件事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说的是他 结果事发三天后 我居然看见他来了 站在门口要和我打招呼 这时经理和保安立刻围住他 让他离开 我还闹闷出了什么事 后来同事告诉我 就是他 前几天和同伙 一起出老千的人就是他 我立马惊呆了 这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瓢碗啊 后来我的经理告诉我 小B居然对他说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次不敢了 经理对他说 你还敢说下次 No 没有下次 也不可能有下一次 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 因为我们可以叫警察来的 毕竟是犯欺诈罪 可我们赌场放了他一马 对他也没有做绝了 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宽容了 希望他吃一欠 长一智 不要再做傻事 下一次就不知 有没有这么幸运了 所以借着我的视频 我诚心诚意奉劝那些心态不好的人 赌博不是好事情 在我多年的工作中 看着一波波的客人 从光鲜体面的时候 变成落魄潦倒的境地 还有一至千金 到头来 落得个在桌子上和别人要钱赌的境地 还有的客人 我上班时见到他 下班时见到他 等我第二天又来上班时 这个客人还在桌子上赌呢 更多的是那些赌得上瘾的客人 很多时候 拿着刚刚从银行取的工资 信分还是银行的 在桌子上 一张张从信分里抽出来赌 直到信分 从厚厚的一叠变空 赌场里 我们每天见到的都是熟面孔 有些人几乎天天可以见到 有一些隔三差五的见到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赌场的兴衰成败 也在这些客人的身上 两件事一前以后 发生在最近 也是凑巧了 正赶上我要录下一期的赌场故事系列 所以就趁着新鲜劲 给大家录制了这一期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在这里 你可以用你的工资 堂而皇之的去赌场 赌个痛快淋漓 因为那是你的血汗钱 没有人可以诟病 但是 如果你想用歪门邪道 闯闯美国的赌场 想充当一回好莱坞大片的主角 我劝您 还是三思而后行 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 堵自己的人生哦 因为真正的赌场 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赌场 故事的两个主角 一个锒铛入狱 一个被永久驱除 为了赢钱 不择手段 这是何等的愚蠢 家无知呢 您喜欢我的赌场故事吗 如果喜欢 就给个一键三连吧 订阅 点赞 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 认识 知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 您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支视频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